我想提醒,在半月中,我们告诉你,Berkshire Hathaway 在台湾的铁锅中,有了4万亿的铁锅中, 但这在Q3上的铁锅中,我们看到今天从Q3上的铁锅中, 它在Q4上的铁锅中,结果下来的铁锅中,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CKGO频道。 股神巴菲特近半年以来,频频出手操作投资仓位, 先是短线买卖了台积电, 又亲自飞去了日本,并且加仓了日本的五大商社, 还发行了以日元为单位的债券。 对于这一系列的布局,尤其是那短线操作的台积电, 一直以来都让投资者们费解。 好在这周在巴菲特接受的访谈当中, 这位92岁的股神终于给出了答案, 也再一次展现了他在这次布局中的投资理念。 在去年11月被发布的13F的文件当中, 大家惊讶地发现,文件显示说截止到去年9月, Berkshire Hathaway的持仓当中, 这位除去苹果, 通常并不会对科技股出手的巴菲特, 居然买入了6000万股的台积电, 当时市值约为50亿美元。 但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 就在短短的三个月后的13F文件显示, 巴菲特在12月之前, 已经抛售了他所持有的86%的台积电仓位。 如果按照那几个月的均值来估算, Berkshire Hathaway的确可能盈利了3亿的增值, 只不过短短三个月之间的买卖, 难道说巴菲特突然之间做短线了? 但那又不符合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因为就在2023年发布的 至股东信当中, 巴菲特还说, 我们投资个股是看好他们的长期企业表现, 而不是把他们视为买卖的工具。 查理和我不挑个股, 我们挑的是企业。 只是短短的三个月,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让巴菲特决定大幅度减仓呢? 终于我们在这周获得了答案。 地缘政治紧张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我重新审视了这一块的风险, 我没有重新审视企业本身, 管理层或者是任何此类相关的因素。 换言之呢, 就是并不是台积电本身基本面 让巴菲特改了决定, 而是地缘政治那超出公司控制的因素。 这或许是为什么巴菲特没有完全清仓台积电, 只不过以那么大仓位买入一家 正在被卷入中美芯片大战的企业, 让巴菲特觉得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风险。 毕竟以买入成本来看, 50亿的仓位, 从Berkshire在2022年初的主要持仓来看, 也算是排入了前五。 巴菲特的投资信条第一点, 不要亏钱, 信条二, 不要忘记信条一。 巴菲特认为台积电是一家被很好管理的公司, 只不过它有更好的地方来投资。 而这更好的地方很显然, 巴菲特决定投资的是加仓日本的五大商社。 早在2020年8月, 巴菲特就突然出手, 以约62亿的价格, 分别先后买入了 伊藤中商市、 网红、 三菱商市、 三井物产和驻有商市这五大商社的股票。 股权比例各约5%, 去年11月增加到了6.59%, 而这几天巴菲特透露已经将股权升到了各7.4%。 自从4年前巴菲特的入股, 这些仓位就已经给Berkshire带来了约45亿的增值, 但被问及到为什么会选择加仓的时候, 巴菲特是这么回答的, 所以相比除非卖出就不能套现的增值, 更多吸引巴菲特的还是股息增长带来的现金流。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巴菲特提到的这次加仓时给出的理由, 你就会发现从1977年巴菲特的第一分股东信以来, 他的投资理念就没有改变过。 即将四年前提到公司后, 我看了公司后公司后公司, 每天天天都一直以来, 我认为这些大众大众认的公司, 那我经常理解释了, They did somewhat similar to Berkshire, in that they sold lots of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they were selling at what I thought was a ridiculous price, particularly the price compared to the interest rates prevailing at that time. So I started buying all five, and flew over. 我們曾經經過一整天的五個時間 在當年的信中 巴菲特提到他們審核一個企業 是不是值得投資的四大標準是 一是我們可以理解 在採訪當中 巴菲特評論這些公司時提到 總的來說我可以理解他們做了什麼 而Gregg是說 這五家公司擁有很多 和Breakshed的相似之處 二是有很好的前景 三是被誠實以及有能力的人管理 很顯然在巴菲特這次的日本之行 和這些管理人依次見面之後 他對此很滿意 Gregg也評論說 這五家商社都注重長期 他們都有著自己的Portfolio 他們思考如何管理風險 Greggshed發行以日元為單位的債券 日本是當前唯一一家 還在實行利率曲線控制 來壓低利息的國家 我們來看看這次被發行的債券利息價格 3年的利息0.75% 10年的利息1% 30年的利息1.3% 也就是說巴菲特利用日本仍然超低的利息 發行債券借錢 再去投資日本在他看來高品質低價格的個股 賺取70%增幅的股息現金流 以日元發行的債券 按巴菲特的話來說 還把Barkshire和貨幣匯率浮動給隔了開來 這一番的操作 只能說股神巴菲特仍然飽到位了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